他徒手掰断钢叉 随后把面包揉碎 在用面包裹住钢叉 只见他深吸两口气后 直接把叉子吞了下去 好在育友的及时发现 才让他如愿地躺进了医院 男人这样做 只是为了见自己怀孕的女友 他扯掉树叶管便要往外逃 刚逃到走廊 却被女友的父亲按了回来 他愤怒地给了男人一拳 并狠狠地警告他 这个人人唾弃的男孩 正是电影突破极限的主角 他叫做戈尔斯基 是双倍距离铁人三项的世界冠军 看完这个真实的故事 或许会改变你的一生 小哥生活在波兰的一个小镇上 截止1978年 他已经是两年的瘾君子 更可恨的是 他还把新认识的女友拉下了深渊 他们会偷取药店含马飞的药品 然后来到这个三岔口 钻进他们的巨石窝点 女友的父亲是警察局长 他带人端了他们的老窝 并把小哥带到了警局 即便是次次暴打 也阻止不了两人见面 对于这种社会的毒瘤来说 小偷小摸是在所难免 大闹警局也是家常便饭 即便是大街上 他们也无所顾忌地放纵 时间来到1980年 小哥已经彻底成了行事走肉 这群人的窝点更像是一个失潮 惊天一向乖巧的女友 竟突然扯开了小哥 他赶忙如丧尸般追了出来 肮脏的长发 勾搂着身躯 看到致幻呕吐的女友 小哥关怀地抱着他安慰 突然他好像看到了什么 竟直接抛下了怀里的女友 女友的回眸里充满了失望 原来他只是为了去捡别人丢掉的烟头 或许在他的眼里 在某些时候 女友真不如烟头重要 女友绝望地看着捡完烟头的小哥 一把推开了他 小哥问怎么了 女友则一脸愤恨 他说自己怀孕了 说完便转身离开 他看着女友离开的背影 表情由震惊 竟逐步转为喜悦 他兴奋地跑回家 准备告诉自己的妈妈 而此时的妈妈正在被爸爸殴打 他上去阻拦 直接被一拳放倒 小哥嘴里喊着 你可以打我但不能打妈妈 他的再次阻拦 被爸爸一把推倒在床上 眼皮也被磕破了 他愤怒地拿起小时候获奖的照片 直接摔在了墙上 看到这我们才知道 原来是父亲的家暴和打压 间接导致了他堕落放纵的青春 尽管深受家庭的影响 但这真不该成为误入歧途的借口 随后爸爸拎出他最爱的自行车 直接隔着窗户扔了下去 这个家已经彻底没救了 小哥的人生也似乎是命中注定 医院里 医生刚替他处理完伤口 他竟偷偷地跑到药房 把所有含马飞的药物一扫而空 爱完医生看到后 直接给他锁在了里面 不出意外他被送进了监狱 在探监的妈妈口中得知 自己的女友要放弃肚子里的孩子 于是便有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看来他很想要那个孩子 出狱后他来到了女友的家 可女友的父亲一直守在家里 眼看寻人无望 他又像老鼠一样钻进了尸巢 他告诉朋友 过段时间自己就再也不来了 准备戒掉这该死的东西 朋友说 自己很惊讶你会染上这东西 你曾是一名有潜力的运动员 你有自己的亲人 也有自己的家 而小哥说 自己要戒掉的原因是要当爸爸了 恍惚中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夜 等他再次醒来 朋友已经沉沉地睡去 医院里清理着朋友尸体旁的烟灰 小哥恐惧到了极点 因为这也很可能是他的最后结局 爱完医生拉着惶恐的小哥说 这已经是今年第十个过量死亡的 下一个可能就是你 他眼神中充满了绝望 直至忍不住痛哭 每个人都将为自己所犯的过错承担后果 像这种过街老鼠般的人 将会更加的不堪 朋友的葬礼上只有一群烟友 他的女友也来到了这里 他恍惚间看到了他 又看到了他隆起的肚子 他非常的开心 因为女友并没有拿掉孩子 可女友的父亲直接过来拎起小哥 把他扔进了木坑 他只不过是一具还能呼吸的躯体罢了 和棺国里的朋友没什么区别 女友就在上面看着他 有失望 也有憎恨 或许也有那么一点点的爱吧 随后他把手里的花丢进了木坑 他再也不想看到他 这一刻 小哥幡然醒悟 可已经四年的高强度依赖 哪可能说戒就戒 在家里他忍受着万以事故之痛 即便是一杯杯的福特加 也压制不了那可怕的隐魔 大多数隐君子都会精神分裂 小哥也并不例外 当他想结束自己的时候 那个堕落的自己会拼命地劝他 但小哥还是选择了最轻松的方式 好在妈妈及时发现 并把他送进了医院 睁开眼睛看到爱娃医生 他第一句话便是救救我 于是在爱娃的帮助下 他踩灭了最后一个烟头 走进了戒毒所 管理员告诉他 这里的隐君子分三个等级 分别是新人租客和主人 新人违反任何规则必须出局 可以通过努力晋升等级 当然也会因不听话降低等级 当别人要给他剃头的时候 他突然站了起来 依旧是一副玩世不公的模样 是啊 没人会左右你的行为 路都是自己走的 在这里 他每天都会受到隐谋的折磨 每当难以忍受的时候 都会拿出女友的照片 女友和他未曾谋面的孩子 已经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作为最低级的新人 小哥需要每天不停地劳动 他从不敢看镜子里的自己 害怕再次跌入那万恶的深渊 活还没干完 就被管理员赶了出来 然后跟着所有人跑步 那可怕的东西早已掏空了他的身体 没跑两步他就已经贪软在地 管理员已经叫来了准备扶起他的人 但还是先冷冰冰地盯着他 终于他靠自己爬了起来 想要做人 终究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新人最低级的苦力 成了他每日的必修课 他会抱头痛苦 也会强忍思念 但只有坚持到底 才可能会最终胜利 一段时间后 他已经可以剑步如飞 一年后 由于表现良好 管理员给他介绍了一份游泳馆的工作 在这里他擦完泳池 还能再游一会儿泳 游泳教练也非常认可他的工作 但每天回到戒毒所 小哥依旧会被检查 这天管理员发现了他私藏女友的照片 由于违反规定 将被降级为新人 他破口大骂 这地方比监狱还烂 但还是不得不坐在了凳子上接受替罚 他死死地瞪着管理员 其实现在的他 仍旧没意识到什么叫规则 作为新人必须重新来过 只不过这一次他轻车熟路 很快就晋升了等级 整个状态也比以前更加的好 他会重拾自己的兴趣爱好 享受着难得的自由 自己独自锻炼一年后 他想报名参加自行车比赛 可人家这是缩小版的铁人三项 游泳700米 单车20公里 跑步5公里 他想都没想 反正都是比赛 便索性直接报名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俱乐部比赛 他却参加的津津有味 等到他到达终点后 这里已经空空如也 尽管是倒数第一 但总算是开启了正途 这一刻 他终于畅怀大笑 心魔仍未彻底消除 当他抬起头看向镜子 仍会看到那个堕落的自己 那个千疮百孔的自己 仍会劝他继续堕落 他愤怒地拎起凳子 把镜子砸了个吸碎 但心魔怎会如此轻易地抹除 小哥由新人升级到了租客 也因此有了和亲人吃饭的机会 这时朋友有事过来找他 但他不能和朋友见面 只能让妈妈过去 他告诉妈妈 这是戒毒所的规则 妈妈说没人会知道的 现在的小哥 已经变得对规则坚守不已 从朋友口中得知 小哥握着女友不满伤痕的手 他不停地道歉 悔恨自己毁掉了花样年华的女友 这个时候 再深的吻都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 离开病房的一刻 他看到了门口的小女孩 小哥正准备问她的名字 却被女友的父亲一把抱起 他明知那是自己的女儿 但那又如何 现在的他 深知自己不配做一名合格的父亲 回到戒毒所 他被管理员审判的眼神 盯得值得坦言 小哥心有不甘 他愤怒地对着管理破口大骂 看着离开的小哥 两位管理员已经见怪不怪 他第一时间来到了女友的家 只看到了女友死亡的信息 因为女友的父亲已经带着小哥的女儿离开了这里 他又转身来到了他们曾经的尸巢 肮脏的沙发 破旧的针头 这些东西都像是在诉说着他们垃圾一样的青春 他给艾娃医生送了朵花仪表谢意 然后又回到了戒毒中心 但人家并不想为他开门 这时一辆车缓缓驶来 老管理把他叫上了车 车厢内他们开启了一段惊醒人生的对白 老管理说 你连这些年的努力都无法放弃 那还谈什么戒掉那该死的东西 是的 他需要一个希望又或许是一个信仰 小哥说现在的自己有了目标 以前他只想着和前女友附和 当他快去世的时候 他看到了他们的女儿 他想做一位合格的父亲 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老管理狠狠地告诉小哥 你必须足够坚强 才能成为最优秀的人 才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第二天大家都在吃饭 小哥已经自己剃光了头发 他毅然地做出自己的选择 重新变回一个新人坐在地上用餐 这时集合的铃声响起 所有人集合驯化 这时老管理拿出了一张纸 小哥一脸懵逼 等他看到纸的时候才恍然大悟 原来等你拥有了重新来过的勇气 才可能会赢得自己的人生 他来到前女友的目的 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可人生总要向前 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 看到了自己的女儿和女友的父亲 他赶忙推车离开了这里 只是远远地看着自己可爱的女儿 小哥一直在游泳馆工作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加入了运动俱乐部 他会一直飘在水里游泳 也会在友谊赛的路上骑行 这次他又拿下了自行车友谊赛的冠军 教练说 为什么又是自行车的奖杯呢 小哥无奈地解释道 因为他们没有全能赛 教练又说 那你为何不是是美国的铁人三项呢 要想参赛 必须先打破所属区域的官方记录 这倒是引起了小哥的兴趣 从此他不是在训练 就是在训练的路上 他的身体也恢复得非常不错 艾娃医生告诉他 这简直是个医学奇迹 艾娃为小哥一直做着身体检测 这也让他们互生情愫 很长一段时间后 小哥感觉自己准备的差不多了 便来到了警察局 局长说 如果你是来看你女儿的 那我死都不会让你见面 就这样 他得到了局长的帮助 封锁两天道路 进行一场只有自己的比赛 最终他不负众望 在官方的见证下 小哥打破了欧洲三项全能的记录 把消息送到美国后 他就可以参赛了 局长也在时时刻刻 关注着这个努力回头的浪子 次年的一天 他收到了举办方的邀请 为了给他庆祝 俱乐部集资送了他一件奢华的运动衣 就连来回的费用都已经准备好了 上进的人总会得到更多的帮助 哪怕他是曾经的瘾君子 现在的小哥 还是会时不时看向镜子里的自己 只不过他现在已经不怕他了 但命运多舛 在一次训练中 他不幸被车狠狠地撞倒在地 来到医院治疗 粗心的医生没看他的事故报告 竟给他使用了两毫克的马飞 好在艾娃及时赶到 并拔掉了输液管 戒毒成功的人 绝对不能沾染一丁点的马飞 这才刚到夜晚 小哥便开始了痛苦的哀嚎 那可怕的万以事故之痛 也再次向他奔袭而来 这一次 他能挺得过去吗 没有人能够帮他 只能靠自己的意志煎熬 就在他实难忍受之际 他看到了对着自己笑的女儿 这一晚 女儿的身影让他熬了过来 这便是希望的力量 但现实总是残酷的 经医学诊断 若是运气好的话 他还能走路 想要继续跑步 那想都别想 所有人都劝他坚强 就连恨他半辈子的局长 也来激励他 局长只能给小哥一本护照 并告诉他女儿的名字 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名字 却让他重新点燃了斗志 这个男人 他要为自己的女儿而战 艾娃想要扶他起来 可他偏偏要靠自己 他用胳膊强撑着身体 一点一点地往上蹭 那希望之光一直在强撑着他 他会独自练习臂力 直到胳膊酸痛 他会独自拄着拐杖 直到双腿颤抖 走廊里 是他燃烧的斗志 落叶旁 是他不屈的灵魂 时间一点一点地消失 他也一点一点地强大 从刚开始的步履为奸 再到后来的剑步如飞 九个月后 小哥再一次证明了希望的力量 他再一次破茧而出化勇为敌 就在比赛来临之际 女友爱娃开始担心了起来 要知道 铁人三项可是会死人的 更何况小哥曾受到过多次重创 教练语重心长地说 爱娃一时尽无言以对 既然爱他 那就成全他吧 局长也跑来劝他 毕竟自己早晚会离开孙女 可小哥说 自己每天都在害怕重蹈覆辙 其实高强度的训练 已经让他引君子的后遗症凸显 只是他一直瞒着担心自己的爱娃 最终小哥和教练来到了美国 这时教练告诉他一个重磅消息 局办方刚刚把比赛距离变成了双倍 教练说 我们没有理由继续参加 就在这里游玩一段时间即可 也不会有人能够怪你 可他偏要参加这游泳3.8公里 骑行180公里 跑步42公里的双倍锯的铁人三项 时值1990年9月2日 比赛如期进行 伴随着一声枪响 所有运动员冲进了水里 铁人三项比拼的不仅仅是体力 他更是抑制的比拼 刚游到一半 已经有一部分人选择了放弃 小哥也因多年的后遗症 失去了游泳的节奏 险些沉入了海底 他刚被救生员拉上救生法 便赶忙跳入水中 继续自己的比赛 等他来到岸上 已经落后第一名整整10分钟 教练提醒他 但他没时间顾及 只是匆匆忙忙穿自己的衣服 因为他要在接下来的骑行赛中 把时间弥补回来 180公里的骑行赛道 竟变成了小哥的个人秀场 他超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对手 把浪费的时间拉了回来 等来到42公里的跑步赛场 他已经遥遥领先 为了安全起见 教练一直在身后跟着 距离终点还有8公里的时候 他已经精神恍惚 但他的双脚 还在一点一点的向前挪动 可双脚钻心的疼痛 让他不得不坐在了地上 他强忍着剧痛脱下了鞋子 此时教练赶了过来 看到那血肉模糊的左脚 教练竟被吓了一大跳 一瓶水浇上去 他被疼得撕心裂肺 小哥向教练要来一把刀 然后划破鞋尖 这样能让脚趾好受一些 教练想要帮他起身 他赶忙推开教练 艰难地爬起来继续向前 眼看就要一蹶一拐地挪到终点 小哥眼前突然闪过一道亮光 竟来到了自己的幻觉空间 而终点就在眼前 又是那人生的三叉路口 又是那肮脏的巨石失潮 还有他经常偷窃的小超市 死去的好友诱惑着他 用别的女友围绕着他 他摆脱了这些毒虫的困扰 却被堕落的自己阻拦 堕落者说 你走错方向了 大家都在这里 你还是留下吧 而小哥告诉堕落者 屁如诱惑 伤痛 苦难 懒惰 挫败 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时时刻刻都在壮大着 每一个堕落的人生 他趴在地上被打得动弹不得 就在这个时候 小哥看到了站在终点的爱娃和女儿 他不想留在这里做一条狗 他想要做回一个人 做一个能守护亲人的男人 这一刻 他懒如战神一般 瞬间接住堕落者的拳头 命运的反击 从这一刻开始 紧紧两拳 堕落者就被打得口吐鲜血 最后一拳 他彻底打破幻象战胜了自己 恍惚间他已经接近终点 周围满是耐喊和掌声 但他来不及思考 因为前方还有路要走 他拼命向前挪动着身体 即使双腿一蹶一滚 但他却坚定不移 突然一个亮腔小哥倒下来 长时间体能的消耗 已经令他严重脱水 但为了自己的孩子和以后的生活 即便是爬 那也要爬到终点 我们看到 小哥一点一点地向前蠕动着身躯 就在他要彻底趴下的时候 那希望的光 再一次唤醒了他那不屈的灵魂 他最终战胜了自我 成为了举世瞩目的存在 十四年的命运蹉跎 只不过是过眼云烟 是谁曾遭人鄙夷 是谁曾受尽折磨 如今又是谁 阵臂高呼 纵使千疮百孔 亦将坦然无惧 这才是真正的强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